好各位同学来我们继续看第二小题 计算80乘以1995减去3990加上1995乘以22等于多少呢 好首先一看到这个形式当然不用多说了 肯定需要考到的还是提取公因数 但是对于这小题来讲的话呢 我们当然一看第一个算是80乘以1995没问题 第三个算是1995乘22 发现这两个算式是不是都有1995 那中间这个算式怎么办呢 也没看到有1995那先不管它 咱先把第一个和第三个算完再减去3990 好那咱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要把第一个和第三个就直接来提的话 那么提出来1995之后 里面剩下的是不应该就是80与22的和 再减去3990 那么80与22的和 算完结果是102 这个乘以1995 就感觉就不像第一小题那么舒服了 对不对 一个整十整百的数乘前面一个数 就后面不成的加0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我可以说 那也可以啊 我可以把102再拆成100加2 再分别跟1995相乘 也还可以 但就感觉那是不是就过程就比较的复杂了一些 就不像我们前面那种提取供应数 就可以能够这样一步到位 或者说直接就可以给出很简单的算法了吧 我看出来了 有同学可能通过刚才大了 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和说法 可能就能看得出来 那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发现 如果呀 我们就盯着第一个数和第三个数 去来提取 第一个算式和第三个算式去提取供应数的话 也不能说不能做 但是相对来讲 总感觉没那么的漂亮 对吧 没有那么的简洁 那这个时候很明显 关键当然就在于 我们师傅刚才很主动的就把3990这个数给它 轮到一边去了吧 但这个时候啊 我们还要来想 这个前面是1995 后面有1995 那我们可能要想一想 中间这个数是不是1995的倍数呢 如果它能是 我是不是可以用1995乘以几倍的方式来表示 师傅也可以相当于提一个供应数了吧 对 而有了刚才的几个小小的铺垫 或者说有些人如果一眼眼睛比较尖能看得出来 那么同样在这里面去看 3990和1995 我们就可以很能看得出来 3990恰好是1995的 两倍 所以对于教题来讲 我们要做的处理方式 那就是第一个算式和第三个算式 先不动 把第二个算式变成1995乘以2 再加上1995乘以22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1995就提取出来 那么里面剩下的就是80-2 再加上22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非常轻松的算出来 括号里面算完的结果恰好就等于100 再乘以1995只要在它后面贴亮0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算完的结果或者整个的算式 就会变得非常的整洁漂亮 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的简便了